你沒有給我答案 你不要一直用官僚的辦法來跟我講 你告訴我該怎麼做 我再講一次 你告訴我該怎麼做 我的員工在上班沒有懷孕 現在懷孕的他是任職於倉管 爬上爬下 我擔心他會產生什麼問題 在將來我對他的民事 或是勞工局這邊我沒有辦法交代 所以我跟他協商 你的學歷又不夠高 沒有辦法去裡面當國貿 我現在跟他協商去當作業員 那他說作業員兩萬八太少了 我補院一晚這也是四萬塊錢 那我說你現在懷孕 因為我很擔心你出問題 所以我問他說那你怎麼辦 我讓你選擇 我讓你選擇是劉職庭 現在讓你選擇資權 你告訴我不行 那我怎麼辦嘛 小姐你貴姓 這鏡頭這樣拍也拍不到你吧 那你剛才已經幫我的訊息 我的資訊網上傳 但沒有經過我個人同意的 誒我一進來的時候我就跟你講 你在當作報知 對我跟你告知你並非反對啊 你叫主管來 叫你主管來啊 你就叫你主管過來嘛 你主管有做主就要來啊 誒 勞工局主管來一趟嘛 來你 你的 你的勞工局的輔導員 你幫我幫我輔導 你來一趟幫我輔導一下嘛 主管 勞工局主管 你是哪一個局長是不是 張大春 過來給我輔導一下嘛 OK吧 可以別忘我講 先忘我講吧 我的員工懷孕了 我知道我懷孕了 你現在是不是來到 你是不是要來輔導的嘛 你輔導就讓我詢問啊 我有權利請問我所謂的疑問吧 你應該回答我吧 可以嗎 那我也發表一下我的意見 剛才老闆說我們今天就是來輔導 那我們今天就是來輔導你 但如果說老闆一到你剛才講的 你覺得勞工局今天沒有辦法輔導你 那讓我們今天可以先行接觸 你沒有給我答案 你不要用官僚的辦法來跟我講 你告訴我該怎麼做 我再講一次 你告訴我該怎麼做 我的員工來上班沒有懷孕 現在懷孕了 他是任職於倉管 爬上爬下 我擔心他會產生什麼問題 那將來我對他的民事 或是勞工局這邊 我沒有辦法交代 所以我跟他協商 你的學歷又不夠高 沒有辦法去裡面當國貌 我現在跟他協商去當作業員 那他說作業有兩萬八太少了 我不願意玩 這也是四萬塊錢 那我說你現在懷孕 我很擔心你出問題 所以我問他說那你怎麼辦 我讓你選擇 我讓你選擇是留職停息 那讓你選擇之前 你告訴我不行 那我怎麼辦嗎 轉達一下長官這邊的意思 就是說因為剛才 你長官答到他說是不是 就是廖老闆這邊 您這邊針對就是有比較特定具體的 一些問題 對那可能就是 後續這邊請老闆直接就是可以行文 就是行文 要跟我們做資訊 行文 你都來了 我還行文 不對吧 你是個輔導員 你都來了 我問你問你教訓行文 因為我們今天法遵訪式的部分 原則上有法遵訪式的流程 那因為如果今天沒有辦法進行 我們原定法遵訪式的流程 那這個部分我們今天就先行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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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就先來錄開 我們今天就先來錄開 我們今天就先來錄開